嗨,大家好,我是歐馬 大家最喜歡去的日本北海道 很多現在新的景點呢 有可能是廢校改建而成的喔 對很多日本的廠商來說 廢校有可能是變成米其林餐廳 或者是糖果工廠 可以說是他們眼中的黃金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這些廢校的華麗轉身吧 北海道中部村落 過去以農家起家的上市黃艇 過去曾有1.3萬人口 如今下滑到不到一半的人口 當地的7所小學陸續關閉 一旦只有3名老師 還有4名學生的康平小學 在3月關閉後 整個上市黃艇就只剩下一所小學 即便是學校關了 但每間廢校每年還是要支出 3000美金的維護及清潔費 不但造成財政負擔 閒置的空間也容易在地方上 延伸治安問題 因此從2014年開始 有一連串的廢校活化計劃 首先 像是黃艇把一所廢校出租 改裝成鐵板燒餐廳 它主要經營石聖養蜂廠 是一間坐落於森林中的餐廳 招牌的美食是漢堡牌 使用土生土長的石聖和牛 可以選擇加上石聖餐的牛乳製成的起司醬 由於自行生產 店內提供的料理在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蜂蜜作為食材 十分的具有巧思 店內也提供牛排以及自家蜂蜜製成的飲品、甜點 也有單獨販售蜂蜜 可以直接購買回家 就不及吸引大批的遊客遠道而來 甚至登上米其林指南 為當地的政府打了一劑強心針 看到廢下活化的可能性 之後便有家糕點製造商 租下另一處閒製校區 將其改建為食品工廠 石聖製果 石聖製果原本是在四本三重線的糖果製造商 看好石聖當地的天然原料 又有廢棄學校建築可供改造 其營業本部長認為 廢校不但結構堅固 改造成本也不高 所以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成租 值得一提的是 這兩處的廢校活化呢 不僅僅是利用了建築的空間 並且也善用當地農務業的資源 像是乳品牛肉還有大賣 也為這些人口流失嚴重的小鎮呢 帶來一些新的經濟來源還有就業機會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 這已經請你們好 一旁烈吧 emerita